现代化最不同的地方 就把迎来的物体 简化或者艺术化 加上自己的感情 自己的构思 表现自己的风格 就是现代化 Modern Art是一种用最新的语言 最新的Million材料 跟新的思想 它要摆脱旧的写实的行为 可说是跟着时代走的 或者能够超越时代是更好 现代化是一种心灵上的解放 你要画什么由你自己发现 现代化的创作可以说 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创作 也不当当是绘画 其实现代的东西 包括文学 舞蹈 音乐 这些都可以算是现代的艺术 在学校学画的时候 中士兵就跟我们讲说 中士兵老师跟我们讲 画一些抽象的画 那我们完全没有画画的经验 什么是抽象的画 他说讲了去福建画 乱画就可以了 软住口 他说福建画是软住口 乱的线条里面有形 就散颜色 可能你应该提出 现代化的东西 没有必须拒绝 所谓现代化 其实是代表一种精神 一种创新的精神 是一种说把过去一路来所援手的规则 透视学 他们的名字应该是 叫 Contemporary 我们这个时代的画家 如果画古人 在耕田 在驾马车 我们觉得这个不能代表现代 单代化就是随时发生的 在你四周围 总而言之 现代化应该有时代的精神 如果我们想谈谈整个细细 的现代艺术 我们必须在这一周 但是短的答案 是 如果做过传统的艺术 它可以比较现代化 现代艺术 抽象化来讲 人家可能认为说是没有行的 其实没有行的 在现实中还是存在的 只是一帮人没有去观察到而已 我只要常常都会看 比如现在我们外面的地方 我就认为是很现代化了 看 四方八面 有很多东西能够刺激我的创作灵感的话 就拿来用 周围的自然景色 或者人物事物这边 1985年的一个夜晚 就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 我想创造一个新的系列 彗星走过 那个时候就讲 不然我们画一画一下 宇宙之间的那种变化 宇宙银河中的变化 从那开始 我就开始第一张银河系列 现代音乐 变成我的 宇宙银河系列 我利用这种 浅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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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平浅浅 不会默空之 Ricny 不同的形象 不同大小的点 来结构成一个艺术创作 我一记者是晾和色 但我懂事 就是我们的用力 irrig源之间 我填出了illa 莲nel 再出了了ádnir Discovery 我也能闻 loin 但是我们就跟她们来闻 所以当你看到真正的世界 你会发现真正的人 我记得我1977年 加入现代化会的时候 我是住在甘邦 本来是买来要拿来做烧材 养猪的时候来煮食物的时候 但是我把它整个箱子拿来烧 烧了就是拿去展览 结果那个时候营底很多人的兴趣 假如说要分起来 那个是属于installation 那个1977年代没有这个名词 但是这种行为实际是一种installation 但是在新加坡现在installation 现在还是人家在属于主流的艺术 但是我1977年也已经创作的 这个灵感不是灵感 是构思 比如我画一个海边 我现在这个海边 大家看都是一样 你去画他画都一样 不过我不一样 我就想说我这个海边 我要画成早晨 早上基本的原理是说景 冷 还有很悠扬 这些环境一定要有 所以我就会选择 冷的颜色 简单的构图 画一张画 我自己个人深深地感到 如果要很好地表现出新加坡人的生活呢 最理想的地方有两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去的 就在社会人的生活中心 一个是咖啡店 另外一个是小贩中心 喝咖啡 看人 听人讲话 把这些东西收集之后 在我心里面温暖之后 我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这几年我的作品都是多数以人物为主 我的咖啡系列是推放一切的理论 既然的理论 它没有说观学 没有透视学 没有构图学 是完全我自己的结构 把它凑合起来 已经理解了理论之后 不再相信理论 理论 重新出发 完全是自己自我的方式 个人的感情 自我的方式表现出来 我可以说它当代化 也可以说现代化 因为它有一种 代表着一种创新的精神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画家 只是它的时间性 能够坚持下去 叫做成为家 我从中学时代 跟着绘画老师开始学画 当然画的是山山水水这类的 最近就是颜色比较缤纷 比较万纸前红 有两个外孙陪伴 增加很多乐趣 他年纪很小 两三岁而已 可以领悟到一个爱字 旅行的时候油山玩水 有印象就回来就画这些 我的画风去表现这些山 有水彩 油画 木刻 还有作为雕塑 新版 就是Aliminian 来烧 也可以创出一些新的现代艺术 后来我又再从事一种更深一点的 就是杠板 用杠板跟铝片连在一起 创出一种更新的这种现代艺术 人家普通都用那种什么 蓝豪这种笔来写 可是我不是 我选的都是那种毛长长的 大概要整十寸的 而且好像是马尾毛 那么这个可以产生出一些的画面上的新的艺术 什么叫求新呢就要变 什么叫求新呢就要变 一定不只是在绘画 技巧上都要 有人讲为什么你不教一些学生啊 这些 我说另外一个专业人士啊 最好不要去教学生 所谓的教育学生你会停留在那边 而且你教学生是重复的课题 所以对画家被有熟 所以我这几十年来都没有动过去教学生 比如说我接触到的任何medium就是材料 那个接触到的一种监运摄映 因为我学的是设计跟捐运 我就当时候的摄映跟陶玉我也学陶玉 那个时候这两种东西是属于工业品 做陶玉做花瓶是一种工艺 做试衣也是工艺 但是你怎么样把这两个工艺东西 画成艺术品来表现出来 那个时候对我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都可以做得很开心这样 技术和技巧方面有的画家 艺术家也会创造一个新的 比如利用习惯用毛病的 习惯用毛的习惯用教材的习惯用的 习惯用的习惯用这个 来表达它的理念的东西 那我经常是喜欢用这个破色 破墨破色的来表现 破一个颜色 从这个斑波的这个纹理色彩里面去 去发展去创造这个作品 所以也是差不多七八年的时候 然后我去一个演变 七八年的演变 因为我的人也不会这样示范 某张作品在某个时候大到好 我就要 甚至有一个时候我的小巴说 每张作品不同 张张作品都有新的结构 所以有的人就觉得 为什么你东西这样花样这样多 就多别 也是我的一个厨房 要表达哪一个厨房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